渣打国泰万事大卡被连环盗用签障事件继续发酵 由星期二开始有大量用户打电话去客服中心 都没有人回应,只是显示鲜路繁忙 去到分行,职员都只是叫你上网封锁卡 谁知去到昨晚,可能因为上网的人数太多 就连网上理财的版面都登入不到 渣打银行也发短信给受影响的用户 说不需要急于一时处理问题 但是一路到今早都有人在网上留言 说登入不到,所以剪不到卡 关小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由星期二晚上十点多收到过数的短信 之后打了两个小时电话去客服 都没有人接听 到昨天早上,他再打多四个小时电话 终于有人接听 但都联络不了信用卡部门 唯有去银行分行 谁知又叫他联络信用卡中心 最后都是没有结果 直到今天都剪不到卡 不只是我一个 好像昨天说 要我们这些人上网 去做傻卡 其实我们本身已经看网上银行 就算我们想即时开网上银行 整个网络都大低伤 完全是做不到这个动作 就算是普通的客户 基本上连上银行的e-banking都上不到 我觉得很离谱 去到今天都是 今早上都是 怎么会一家银行可以有e-banking的service 其实是可以是有这么多个小时 都失去都用不了 不只是把信用卡倒入这么简单 去到 是他们因为把信用卡出了事 接着他们网络擠上到 连是普通的客户都上不到我 我觉得很奇怪 去到这一刻 他只是跟公众交代 你们不用担心那笔像 怎么处理 其实他是没有跟我们任何一个受害者 交代过发生过什么事 甚至连锁卡最基本的东西 他都做不到 我想不会有人再相信他